中共的二十大日前落寞 那外交部長吳釗燮 他也接受了國外媒體的專訪 他就提到說 未來大陸恫嚇臺灣對臺的威脅 只可能加劇 是不可能變小的 吳釗燮更進一步分析說 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面 封殺我們的做法 是不會改變的 如果會改變的話 只有可能會加劇 是更嚴重的 對於這些相關狀況 其實外交部都會仔細觀察 做最好應對 不過吳釗燮自己也提到一點 因為人家說危機可能就是轉機 所以吳釗燮就說 他現在也發現到 國際社會對二十大的觀察 都不是太正面的 所以他認為 現在正是臺灣建立 國際友誼的最好機會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